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去年韩国自主研发的KF-21战斗机首飞的时候 韩国媒体曾经大肆吹嘘韩国成为全球第四个可以生产隐形战斗机的国家 之后韩国方面甚至是制作了一段KF-21战斗机 大战中国海军双航母舰队的视频 再次将KF-21的热度炒作起来 然而最近有韩国媒体发现 被吹得神乎其神的KF-21遇到了大麻烦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 韩国的军事实力还是不足的 目前韩国总兵力高达68万 拥有2000多辆的主战坦克 400多架的战斗机 以及几十艘的主力舰艇 并且装备了F-35隐身战斗机 以及两栖的攻击舰 近年韩国在武器装备研发的领域 也取得一定的成绩 韩国的K-2主战坦克 K-9自行榴弹炮等的主力武器装备 性能还算是不错的 并且韩国还研发了 隐身战斗机KF-21 目前已经制造出 很多架原型机展开了密集的是非 根据环球网的报道 去年7月 韩国号称自主研发的KF-21战斗机 完成了首飞 目前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 已经生产了6架原型机 韩国空军计划在3年之内 采购120架战机 另外一个合作的客户 印尼也打算引进40架 本来韩国和印尼采购方案还是很理想的 在KF-21研发之初 韩国方面就打算 将它作为一个外贸的军工产品出口 但是有句话叫做 计划是赶不上变化 14日 韩国媒体SBS电视台爆料 因为材料和人工成本的上涨这些因素 现在KF-21采购价格已经激增到6,600万美元 不仅是超过了韩国军方的预期 甚至是比美国生产的F-35还要贵 报道说 上个月 韩国国防部就向 国防采购局提交了 商业预算可行性审查报告 报告显示 每一架KF-21战斗机 采购价格上涨到6,600万美元 即使是考虑到初期要生产 160架战机 但是仍然难以大幅削减成本 与之相对的比 KF-21性能更好的 韩国军队已经装备了的F-35战机 它的价格正是急剧地下降 报告预计今年年内 F-35的价格会跌到6,000万美元 KF-21价格突然激增的原因 是与所谓的韩国自主研发有关 实际上 韩国自身是缺乏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 目前为止 韩国自己研发 已经是服役的战斗机 也只有FA-50 它只是一款由教练机改进而来的 轻型战斗攻击机 整体性能 和轻型战斗的 骁龙都不同一个层次 最多也是相当于中国的FTC-2000G 韩国并没有研发先进三代机的能力 想跨过先进三代机直接研发 引伸战斗机 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韩国有自己的办法 就是 拿来主意 KF-21的气动布局 无限地接近F-22战斗机 这样做的好处 就是 省了很多风动测试的环节 毕竟 韩国是没有先进的风动系统 是用于战斗机的 气动外形 设计 另外KF-21战斗机的动力系统 是使用了美国F-414发动机 其他 除以 整体的 座舱盖 发动机 附件驱动器 飞行测试仪器系统等 都是用了美国技术 美国落马 向韩国进行了 21个大项 上百种技术的转让之后 韩国 才可以令到KF-21 飞得起来 这种大量引进 国外零部件 和指系统的方法 就可以拼凑出一款 战斗机 但是绝对拼凑不出 一款先进的战斗机 比如 KF-21就连 内置的弹仓 都是没有的 众所周知 内置弹仓 是隐身战斗机 实现最佳隐身效果的 重要组成部分 韩国 当然也知道 内置弹仓对隐身战斗机的重要性 但由于 缺乏研发隐身战斗机的 完成工业体系 韩国 KF-21 都做得非常可靠 都做得非常可靠 亦达不到 中国 签议来这种 隐身战斗机的最佳隐身状态 事实上 KF-21所有系统 设备 和技术 仅仅是有65% 是韩国 自然的成果 剩下的35% 仍然需要从美国 引进 然而 当初 韩国国防部 并未就技术引进的问题 就和五国大楼 达成一致 机载有缘 上空阵雷达 光电 瞄准 吊仓等 关键技术 就被五国大楼禁止 向韩国出口 在无奈之下 韩国只能向欧洲军工企业 寻求帮助 或者是采购 国产的系统 但是 和乌冲突进一步 抬高了原材料 和人力的成本 导致战机的价格 不断地攀升 韩国国防工业 研究会会长 宋芳元表示 韩国方面正在想办法 降低因为 乌克兰危机而抬高的 零部件 和人力成本 从而降低 战机的价格 不过 成本激增 只是KF-21战机 最近引起的 争议之一 在近期有关KF-21的报道之中 还出现了一个 更加 离谱的 新闻 一前 国外的社交媒体上 出现了一段 韩国方面 制作的视频 这一段 中文 和韩语 混习的视频 就展示了一架 KF-21战斗机 如入无人之境 单枪匹马 挑战中国海军 然后 以一己之力 消灭了 一支 双航母的 编队 视频显示 一架KF-21战机 就向中国海军 航母编队发射了一枚 反舰的导弹 其间还夹杂着中国海军喊话的声音 声称 反舰导弹是无法突破 舰队的防空网 然后 这支所谓的中国海军 515舰 就被反舰的导弹击中 同时 视频还配上了一些 惨叫的声 暗示中方 损失 惨种 接下来 就是这段视频最离谱的时刻 在连续 击毁四艘中国军舰之后 这架KF-21单枪匹马 杀到两手 延号为16和17的 航母面前 然后发射 反舰导弹 击中了中国海军的航母 相关军事分析人士就说 关于这段视频 实在是没有太多 能够讨论的价值 只能够说 韩国人 是真敢想 亦真敢吹 就好像中国网友的评论 韩国人都敢在电影里 让美国大使跪在太极旗之下 还有什么是不敢想的呢 每个人都知道 韩国军队在电影里天下无敌 但在现实就连无人机都防不了 中国 14号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快舟一号格 固体运载火箭 就以一战五星的方式 将 和德3号A星至到E星 送入预定轨道 和德3号A星至E星 是由北京和德 宇航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 交通 VDES 卫星系统 组网星 主要是用于 绿海空天一体化的 交通运输安全 保障体系 交通 VDES卫星系统 是海上智能航运通讯 海洋态势感知 智能海洋探测的基础保障 并可以提供 全球覆盖的 卫星物联网 通讯服务 和通航领域 飞行器 监管的服务 将会成为 全球海上遇险 与安全系统 GMDES的重要组成部分 快舟一号格 是小型固体 运载火箭 主要是为300公斤级 低轨小卫星 提供发射的服务 具有 飞行可靠性高 入轨精度高 准备周期短 保障需求少 发射成本低等的特点 中国电科院 成功研发出一种新型 固食 防护塗料技术 具有 倒热性好 内脑化 环保 而且 经济实用的特点 可以为变压器穿上多功能 防腐外衣 解决了 在极端 炎热的环境之下 变压器的散热难题 科研团队提出了通过 高度热 石墨烯的材料 去改进变压器表面 防腐涂层 散热性能的方法 同时 考虑到涂层材料的经济性 科研团队对高度热 添加物 配备 和添加工艺进行了优化 反复地改进 防腐涂层 配製的方案 最终确定最优的工艺 实现变压器防腐涂层 倒热性能提升 这种涂料的推广应用 将会为 低碳高效安全可靠的 电力系统 提供技术的保障 支撑 低碳电网建设 助力 绿电的发展 云南大学 绿原功能材料团举 以作物 揭杆为原料 将原料进行 碳化之后 制备出 光热的材料 并将材料 进行 三重仿生的设计 研制出 水电链法的清洁能源装置 建立起 循环 低碳 智慧的 大棚 近年来 随着 纳米材料研究的深入 发现 部分 碳材料 和 液体作用的时候 会表现出一系列新的 生电效应 例如 波动生电 液滴生电 蒸发生电 濕度生电等 这些现象统称为 水伏效应 为 新型能源开发 开辟了新的路 研发团队根据 水伏淨水发电 减污智能 这个构想 通过 配套 太阳能 水电 链法的装置 建成 循环低碳 智慧大棚 对作物进行精准的科乎 这样 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 增加 经济的效益 这一项 智慧农业系统的实施 将在 西南 乡村 振兴的战略之中 扮演 重要的角色 先进技术手段 和 创新的 农业模式 将有利于 推动 农村 环境改善 和可持续的发展 团队 将以国家标准为引领 向着 发展成为 智慧农业 领域 领军的企业 这个目标 迈进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去订阅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货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又可以在 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 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 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 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 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发声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